彰化市公所主办的彰化市113年市长背三对三篮球赛 与今天在中章运动公园篮球场盛大开幕 林世贤市长亲自主持开幕典礼并进行开球仪式 同时感谢市公所同仁辛劳与代表会支持 期望望透过比赛激发年轻人的活力 也鼓励更多青年以运动来强化体魄 增进身心健康 进而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这场赛是吸引了来自彰化县各地的80支队伍 超过200名篮球爱好者参赛 选手们在四个组别中展开激烈竞技 我们今天总共参与的队伍 有80个队伍 来自于国中、高中、还有社会 还有女子队的有10队 我们提倡篮球运动 非常感谢我们赛华市提委的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福在和代表的努力 来期盼我们今年的三对三的篮球赛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赛华市篮球委员会的 福在和委主委 好 那我们请福代表来跟大家勉励 来跟大家打气 谢谢 今天非常用心的 每年我们给你们基盘这个 市集会国务华市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专业 各位小朋友来这里 我们的切磋球剂 促进身体健康 这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们这些贵宾和我们女党 也要从我们贵宾 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今天我们这个台湾的传播成功 谢谢 掌声来来与我们四家好欢迎 参加 谢谢 我们的社会主义 我们社会主义以及 哇 国中高中的景点 我们每年只在这个三对三的篮球对抗赛 打哪儿球 可以抒发压力 这个香汗淋淋满身大汗 运动完那种舒畅的感觉 是年轻人最喜欢抒发自己的情绪 抒发自己的压力 一个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不是只提供 我们的国中高中的三对三篮球赛 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社会青年 有所谓的社会主 我们是打哪儿球 是我们这些年轻朋友 最爱的运动 是给他们抒发情绪 抒发压力 是输责压力 他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也要感谢 我们代表会对的我们 提供这个三对三的篮球赛 都给我们支持 所以在这里 特别对我们中高中的代表会 表示感谢 感谢这些青年朋友 共同来的参戮 我们来提倡 提倡这个正确健康的运动 因为有益身心健康 感谢大家的参戮 谢谢 张化人张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